好 那我們今天呢 再來跟老師介紹一下就是這個螢幕畫筆 因為現在老師都很有機會會用到 教室有沒有用到嘛 不見得在電腦教室就用到了對不對 那你點進來之後呢 這裡有那麼多種 看你用哪一種 那原則上呢 第一個應該是我比較推薦的 就是在國小裡面使用的 因為它最大好處是介面美觀可愛 還有它很好用的是可以留住筆跡 你畫過的 它會把你留下來 因為可能你剛畫了 我待會還要用到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麼你往下走之後呢 有兩個部分喔 你可以用安裝的版本 你可以用免安裝 不過我們上禮拜有遇到一個就是電腦裡面 它沒有就是微軟的一個叫DotNet 4.5的那個元件 所以在安裝的過程裡面 它會去做那個下載 好 所以那個要一點點時間 好一點點時間 那我給您看一下 我們這邊已經下載好的 那麼當然如果您能夠寄快速鍵是最方便 因為有快速鍵是最方便 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這些工具一看就懂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看看 我這邊已經有放了在桌面上 這裡 這裡是已經裝完了 你看到把它點開 點兩下執行 其實因為老師 學校的電腦 並不會怎麼樣 並不會還原嘛 就是教室裡面電腦不會還原 所以其實你用安裝的是還蠻鼓勵的 因為像我來講 我都是到處跑馬灶 都用別的電腦 有沒有 我都把別的電腦當我的電腦來用 所以我走到哪裡都到哪裡都能夠工作 所以我得想辦法盡量用一些不用安裝的 好 你看 我已經進來到這裡 有沒有 好 那如果您要畫筆 這裡有兩支 一個是螢光筆 一個是那個石心的筆 好 左邊這支是石心的 所以你就點到它 好 現在是黃色的 你就給它畫下去啦 有沒有簡單 就這樣而已 蛤 滑鼠都可以寫字了 為什麼不能寫字咧 蛤 你能不能像電視新聞 怎麼會這樣用手去 蛤 這就要問徐老師 徐老師請你把那個觸控面板帶來 其實另外一個方式 你要用手圈的可以怎麼做 把您的那個平板 或您的iPad 就直接接到投影機上就可以啦 對啊 不然你把你的手機拿過去也可以啦 手機也可以觸控 對不對 手機的畫面也可以投影到我們螢幕上去啊 這樣也是一種方式啊 只是我不鼓勵各位用手機 是因為手機螢幕實在太小 至少你要用到平板 齁 尺寸以上的 這樣我想老師在用 相對會不會容易 如果你覺得就是不想用滑鼠的話 老師 您是可能可以在手機上用軟化嗎 可以在哪 喔 不行 不行 這是在電腦上用的 你要說所以是把電影螢幕投影到水 對對對 那您就等於在手機上面操作 或是平板上操作這樣 好 那您看 您要換顏色除了這四個 按一下旁邊 有沒有 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好 那橡皮擦那些應該都沒什麼問題啦 有沒有 那如果你用完了 你可以先按眼睛關掉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我可以繼續回來操作了 可是呢 你把眼睛打開 你有沒有發現你剛剛筆記還在 這個很好用 因為筆記能夠留著 有時候我們的重點在這裡 可是我要先稍微操作一下畫面 讓同學知道說 這個是什麼問題 那我繼續講解 所以這個筆我會喜歡 是喜歡在這邊 那一樣的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拍照下來 按一下 他就幫你把這個畫面拍起來存檔 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以前 改同學的作業 我是都蠻認真的 我都這樣把每一個步驟寫好 你看喔 我會這樣 用這個 比如說用這個 一 是在幹嘛 二 要做什麼 那現在 從去年開始 我已經不這麼做了 因為我現在改作業都用錄影的 蛤 因為我們的都是教一般 就是教作品嘛 我就跟你講 你哪裡要怎麼改 要怎麼改 我就錄下來啊 然後我有他原始檔 我請他們教原始檔 我就跟他講 可以怎麼改 我做一次給他看 他下次就不會再問我了 對不對 因為你現在 你當面跟他講 講了十點 他只記得兩三點嘛 呵呵 他又不好意思問你 但是改出來結果又不是你要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用錄影的 這樣是比較容易 他也不會不好意思問啊 你就把我一直按一直按 我就去講給你 都不會生氣 哈哈 對吧 所以也是一個方式啊 那 您如果說 以後知道老師要怎麼改作業的嘛 蛤 把作業 就是咔嚓一張之後 就在上面直接改啊 還有 還有 純正 有沒有 流影純正 這樣也可以 所以 如果您是 不想 不想要把這些工具先關掉 您也可以直接變成滑鼠就好 因為變成滑鼠 他就離開繪土的模式了 這個時候你的網頁是可以操作的 有沒有注意到 可是筆記還留在上面 有沒有 不一定一定要關起來 這樣您了解意思齁 那 這個工具如果你覺得這被暗眼 你就把它拉到旁邊去 對吧 甚至你眼睛關起來之後 他已經算是很小的去影響到你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 在最高的一個使用狀況之下 其實 應該老師國小使用是蠻方便 因為他土用蠻可愛的 這樣了解了 你真正要離開他 你按這邊 有沒有一個離開 這樣就好了 會的就可以離開了 有沒有 蛤 蛤 喔 這裡有橡皮擦 就這條不要 點到他 點到他 有沒有就不見了 這樣點掉就可以了 這樣OK嗎 可以齁 阿如果你覺得這樣 一步一腳印太慢的話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運作湯在這 整個蛋過就好了 嘿 他就整個全部一起清掉 就不用一次一個 嘿 他只有去 有一個缺點就是 沒有畫直線的 跟放大的工具 就是把畫面放大的工具 蛤 你不覺得 我這個有比較厲害一點嗎 我還讓你看的比較大一點 但是這不是這個軟體的功能 因為我用另外一個 這樣你了解概念了齁 所以其實 老師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找對工具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 教學比較愉快一點 真的啊 不然 你本來就很認真教 可是中間這個摩擦力很大的時候 熱很大 熱就產生出來了 所以就開始有沒有冒煙了 有沒有 就開始生氣了 真的啊 哈哈 因為工具不順暢的時候 所以 老師平常在用一個罪名寫 就是比好不好寫 有沒有影響 你的原子比那個 寫的時候 如果是頓頓的那一種 可能還心情還不錯的 改兩三個之後你就知道 真的真的差很多 這個會影響 所以找到老師比較好的工具 事實上是真的有幫助的 好